你问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这个时候的压力 跟你热力学这个压力下的概念的压力是不一样 我们是等温等密度 但是有压力变化 这个压力跟我们普通的热力学意义上的压力不完全一样 完全是流动导致的压力的变化 你的问题同学提到 我们这个流体为什么会加速 我说这个面积变了它叫加速 当然这里是有力在里头 我继续讨论下去 当我们讨论到所谓博努力方程的时候 我想大家对这个问题就会有些明确的认识 那么在这里我先把这个方程成立的一些简单的条件 或者一些特点给大家记一下 第一点 这是一个适量关系 当然我们说假如说你要不讨论适量关系的话 你要讨论分量 那么也可以 比如说 for x component 对吧 比如说对于 x 方向的分量 那么这个 对吧 这个力 在 x 方向分量 那么你就是 这个就是取 这个就是取 这个 x 方向的速度分量 我们把它一般用 用右来表示 对吧 这个就是体积积分 再加上 x 方向分量 再加上 c s rho u 这就是 x 方向分量 这是一个 第二点呢 因为是力 就是我们取了一个控制体 一个参照系 这个控制体跟你这个参照系是一个 这个在一个什么样的坐标体系下的 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像我们一般 这个取 我这个坐标是一个叫所谓的这个观性坐标 对吧 或者我这个取在地面 然后我这个坐标是一个 非观性坐标 这个坐标系本身就是 就是在一个力的这个作用下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讨论这个速度呢 the velocity must be measured 所以这个速度 是我们在惯性坐标下 这个 在一个所谓的 in-no-sio 记住啊 in-no-sio reference frame 在一个惯性参照系下面 所谓惯性参照系下面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参照系没有加速度 对吧 惯性坐标 假如这个参照系也是 但是实际上 坦涉说我们经常是 我们说是这样说 什么以地面为坐标 这就是一个惯性参照系 是吧 这个 但是 假如我们要真正看我们讨论什么问题 假如我们真正要讨论大气的话 我们以地面为坐标的话呢 这就不是一个惯性坐标 惯性坐标 那么他们那个惯性率的影响呢 又很小 可以忽略 就是说 所以这个东西 就看它影响的大小了 在我们这里的假设 就是这个 我们要忽略这个 那么 另外呢 就是 就是这个力 这个力啊 这个力的就是 Vector sum 矢量核 是吧 of all forces acting on the fluid in the control volume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啊 这个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 那么具体来说的话 比如说这个 即使呢 这个 比如说对于这个地方 1 比方是2 我们说这个是 过控制面 这个是过控制面 就是说你这个 按道理是一个封闭的控制体 封闭控制体 我可以一个面一个面进行积分 对吧 一个面一个一个面进行积分 那么实际上的话 在这里头呢 大家仍然可以想象 过这个B面的话 仍然是等于0 这个积分啊 因为过B面的时候 它的速度 对吧 这个和这个速度是0 因为我们没有东西从这个B面里头出来 所以真正仍然是这两个面 所以这两个面呢 我们简单 比如说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 就是这个 我们实际上把它叫做所谓的 momentum flux 对吧 across a section 好 control volume control surface 那么 那么我们比如说把它这个叫做m 这个momentum flux 这个m dot 一个section 就等于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section rho rho 1 n h 就是说这个本来是一个面 整个一个封闭面 但是我们从一个 这个封闭面把它分解成一个section 一个截面的话 这个截面你仍然是这样写的 只不过这是一个截面 积分是一个截面了 假如说我们进一步 进一步有什么呢 我们经常要把问题简化 如果过这个截面 比如说再过这个截面 流体的性质是均匀的 否则你这个积分就不知道怎么积分 但是假如这里都是均匀的 我这就可以积分就简单了 我就会把它拿出来了 也就是说如果 If the flow across the section is uniform 均匀 大家记住 这是我们的一个假设 其实经常讲流体 其实过那个截面 哪怕不是均匀的 我也假设它有均匀 或者说我举它的平均值 这种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 这样一个section 就等于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就可以给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就是 对吧 正负V 这个section的速度 那么这个就是 那么这个就是 Rho V A 实际上 这Rho Va 就是它的质量 对吧 这个就是质量 所以就是要正负 正负的这个M 当然这个应当是 应当是这个法向的 N VN 因为跟这个 这个就是法向速度 也就是说 这个均匀当等于M.V 这个section 这个呢 不是 不一定是法向速度 这个速度是 这个速度 这个 这个速度 对吧 因为跟它的法向适量点成了 这个 这个是 都可以 这个速度 你怎么变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 它这个速度分量 可以再加成分量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等于是这样 正的 positive 对吧 out out 对吧 出去 我们说是 negative in 对吧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 一个定义 所以呢 刚才我把这个擦掉了 这个 就是说这个力 假如对于我们这个控制体来说 假如说是一个 异围的 假如我们是一个异围的 异围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个就有 我们就有什么呢 假如异围的 我们实际上就等于是 对吧 减去一个 按照这个 因为B面上 我们说了 B面上这个东西它没有动量交换 没有东西流进流出 没有动量交换 所以只是通过这里有 这里有 那么假如我们有很多口的话 这也是动量交换 那么到这个地方的话 假如说 你一看 假如我这个问题又是定常的 这下马上又没了 是吧 所以它的受力 就是说这个 大家就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个受力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分析 我等一下给大家做一个 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例题 其实我现在就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立体 当然在做这个立体之前 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力 这个力呢 比如说这个力 我们说有不同的力 但首先这个 前面我们就提到过力 力有几种力 对吧 力有几种力 作用在这个控制体上面 对吧 作用在任何一个控制体上面 作用在 比如说这是我们控制体 作用在控制体上的 我们说的这个力 所以流体 虽然我们这个 这是我们控制体 这个控制体里头有变化 对吧 这是里面的变化 这密度 什么速度 在里头再变 然后过这个控制体的表面 有很多通量 对吧 通量变化 但是还有什么作用在这上头呢 首先 它的体积力 就是重力 是吧 这上头有重力 还有作用在表面上的表面力 比如说压力 摩擦力 对吧 这个 减切力 其他各种力 按道理 这些都能考虑 那么我们简单的来先讨论一下压力 就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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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都讨论过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 对于任何一个压力 对吧 压力是 就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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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整个面积进行积分 也就是说 这个net force due to pressure 由于压力 导致的这个力 就是这里头 这里头 这个所谓的其他力 其中一个是压力 对吧 那么这个压力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画的这个 我随便画的这样一个流管 对吧 对吧 你这个控制体 就这边的压力 这边压力和这边压力 不一定一样 对吧 我们只是没有讨论 这个地方的压力 这个地方的压力 这个压力是多少 我们并没有讨论 就是说 因为我们没有讨论到力 那么现在讨论到力的话 那你就要讨论压力了 那么当然了 这个时候 简单的说的话 就是压力 这个力 当然本来我们定义 这个力呢 都是向外 是正的 对吧 但是压力 这个反过来是压上去的 所以呢 当然这个 我们给它一个负号就完了 对吧 对吧 假如说你说我这压力是 我们就在一个大气压里头讨论的话 这个 if the pressure is constant 比如说 p等于pa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你对于封闭的一个体积来说的话 这个时候 那么它就等于是-pa 这个东西等于多少 因为单位矢量 整个面积积分 积分一圈 这个积分 这个面积看起来比较麻烦 假如说我给大家说一条线的话 大家就清楚 这一条线就围绕这条封闭曲线 你从圆 从起点再积回到它绕一圈 对吧 假如我从这条绕任何一个封闭曲线 这个积分都是零 所以这等于零 当然了 大家要从数学上要严格的来说 这也是所谓的高斯 theorem 从那里大家可以找到这个答案 那么在我们这里有什么意义呢 也就是说 我这个压力 其实你要考虑的绝对压力 绝对压力其实并没有意义 比如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要考虑它相对于大气压就可以 对吧 比如说在这里的 我们就是 比如说这个p 这个实际上我就可以给它加一个常数 加一个常数进去 加一个常数进去以后 也就是说这个可以是 这样就可以 对吧 这样 因为你这是零的话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那么我们把这个压力呢 这个相对于大气的压力 我们把它叫做Gauge Pressure Gauge Pressure Gauge Pressure 我印象这个 我们就翻译成所谓的表压 还是对吧 对吧 这个压力 因为这个经常我们这个就 比如说表压是多少 就是说你没有必要说我这个压力是 就是10的比如说1点几的10的多少之方的这个 我只要说它相对大气的压力有多大就行了 这样的这个 我为什么先给大家这个讲压力呢 因为这个比如说我给大家马上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这个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天开始变暖了 马上就要喷水 对吧 这个大家经常看到这个 其实在很多喷水的话 喷出来以后它自动会转 或者喷水的管子 你也可以设计成这个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管子 这个水管子上来 上面接着是什么呢 接着是这个 接着几个这样的龙头 对吧 这个水它自动地就喷出来 并且它还会转 对吧 这个不需要我们施加力的 它自动就会转 那么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探讨它 当然我把这个作为例子 我给大家探讨一个更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假设说我们有一个这个管子 我给大家探讨一个更简单一些的 就是说我这个例题 我这个流体啊 就这样 从这里面进来 从这里面出去 从这里面出去 对吧 这个就像我从这里 这个更复杂一些 这是一个三维的 这个 我想大家做这个问题 我先把这个一个简单问题 给大家来探讨一下 就是从这里面进来 这样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管子它就受力了 那么假如它受力的话 我们来分析一下 假如我要抓住它不动 我这个地方就要给一个力 对吧 假如我这个地方有一个抓住它 对吧 我固定住 这个固定住 对吧 这个 那么这个力是多少 就这个力 你要使用什么力 这个力的方向 对吧 是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从这里进行 从这里出来 也许你说这个压力就有变化 我们说 这个 在一般情况下 这个压力在一个出口 它跟大气压是一样的 就跟大气压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说 这个压力在一个弹性的方向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弹性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弹性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弹性的方向 这个弹性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弹性的方向 除非unless 除非是什么呢 除非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 除非一种情况 除非你喷出来的流体表面张力很大 表面张力使得你跟外面的压力有一个区别 也就是说surface tension is significant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或者你喷出来的这个东西是超音速的 这个就是特别快的速度 在我们这里头 假设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的话 我们来看看 也就是说 这个压力就是大气压了 所以在我们这里头 刚才我说了 压力的因素可以不考虑了 压力变化的因素可以不考虑 其他的因素我也不考虑 这个重力之类的 我就纯粹考虑 由于这个流动本身 这个流动一进去一出来 拐了一个弯 是吧 就是纯粹这么简单 这个压力怎么变 实际上的话 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头 在这里头呢 在这里头呢 拐了 我就假设这个地方 这个产生力 这个力呢 这有个力作用在它身上 对吧 否则你不给它施加一个力的话 它可能就动了 那么这个力跟这些平衡掉了 那么这个力呢 它的角度 它也有个角度 就去找这些角度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问题呢 我刚才说了 我们其他的力我不考虑 我不只忽略了这个 我也先把这个管制的重量也忽略了 我只考虑由于流动产生的这个力 那么这广子我们把它叫做Vain 那么这个Line 当我假设定长 这是一个假设 第二个假设当了 Steady 对吧 这样我刚才说了 我们这个进来出去 这个Line F 从施量来说的话 就等于是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质量是守恒的 对吧 这个质量守恒 所以实际上 这个Line就等于是 假如我把这个叫做是1 这个当是2 就应当是M dot 这个是2-M dot 对吧 按道理我应当进行计分了 但是假设它是一个 所以在这个出口均匀 出口都均匀 那么这就是这个Line 所以这东西就很简单了 这个 这个 其实呢 质量守恒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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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近距的等于出来的 对吧 这个 这个 有这个 所以 你这个呢 就是等于是 那么这个就等于是 比如说 就是Rho V A 对吧 这个管子的这个面积呢 也是不变 长数 这个管子 这个面积 这个也是不变 它只是拐了个弯 我们讨论的 就是它拐一个弯以后 它的力 那么速度呢 就是这里的这个速度 那么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看出 这就等于M.V2-V1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你就可以进行分解了 分解 这个有方向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 主要是这个R 对吧 在这个 你就分解成 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 因此呢 实际上呢 你就可以写成的是 这个 比如说 Rho V A 这个是 V2-V1 对吧 那么 或者呢 你可以 把这个 角度的关系 写进去 Rho V A 对于V2来说的话 这个可以是 V cos θ 对吧 I 加上一个 V sin θ 对吧 V1呢 V1呢 它就是V I 对吧 V呢 是它的这个 施量的 就是 施量的这个模 那么 你这样一看的话 就是 V 再就是V Rho V平方 A 这个 应当是 cos θ-1 加上一个 sin θ G 对吧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力 其实就这样就出来了 这个是在 那么大家就知道 这个是跟 这个是 Fx 这个是 Fy 对吧 当然 你一定要把这个模算出来的话 那你这个 Fx平方加Fy平方 这个 这个 这个三角关系 你最后一算了 你就发现 这个 它还有一个挺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表达式 就是 Rho A V平方 这个sin 所以大家去 我就 我就不在这里头 给大家细算这些 你最后 可以看看 这个 加起来 这个 是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是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因为你都知道 这个分量了以后 对吧 这个角度的 自动就可以算出来 对吧 这个 只不过是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Fx Fx是负的 因为 因为cosc的 减一小于零的 对吧 Fx的什么意思呢 Fx的就是 它指的不是这个方 就是在这个方 是吧 所以这个角度 它是大于90度的 对吧 也就是说 大家注意这个 或者说 也就是说 你这个是 pi-final 应当是等于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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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y 以上 Fx 对吧 这个 这样呢 这个 这样呢 你可以 把这个 这个 Fy 这个关系 就可以找出来 并且 Fy 是 θ的一个函数 是吧 这个 具体的呢 我觉得下面呢 就是一个 一个 简单的 这个数学了 简单的数学 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看出 我想给大家说呢 就是说 这个 有体拐一个弯 它就 它就 这个 就 有力 就有力 假如你这个地方 说实话 大家可以想象 假如这个地方呢 你没有东西给 东西给 不给它做一个力的话 那么它就会运动 对吧 有力 有力以后 就有加速度 对吧 它就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东西 它会 自动 就会 转起来 自动 就会 转起来 这个道理 就跟我说的这个道理一样 下面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卡门积分 卡门边界层积分里面 就是卡门边界层积分里面 这个呢 这个呢 卡门 就是这个 最有名 达名鼎鼎的 冯卡门 这个 动量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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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go boundary layer theory 我不知道我们同学 是不是听说过 我们这个流体力学 应当说从边界层理论开始 就进入到了所谓 所谓现代流体力学 当然现代流体力学 是指一百年前的 仍然是一百年前的 但我觉得真正现在流体力学 应当是 应当是探讨 湍流的这个流体力学 但是在当时的话呢 边界层理论 这个 大家在 没有认识到边界层理论的这个时候 这个 卡门 或者说最开始 Pront 行 那我们这个只能留到下节课 再给大家来探讨一下 这个 卡门 卡门这个 理论 我想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这个 我不是说 这就不是个 我没有认识的 我可以让你来探讨一下 我可以让你来探讨一下 感谢观看